你是在想 如何向君父皇帝交差吗 你整日都在提醒 我是无疾太子 无疾太子 我的任务是平定太渊动乱 好回天全向父皇交差 我的耳朵都要听出简子来了 那我就更得多提醒一句了 你有没有想过 为何齐朕迟迟不愿意 继承回昆景 齐朕定然不会此刻离开昆景 他早已编派人手 寻访换生殿 他想请飞烟殿主 他苦心蛰伏十年 不惜杀害亲如兄长的文艺世子 为的不就是太渊的王位吗 如今受制于 继续渊血脉的玉水树 白白捧我做的这个王 你说 他甘心吗 他请飞烟殿主 是为了获得玉水树 飞烟殿主向来行踪诡秘 虽然临州有他的宫殿 但世人多半不知 那不过是虚无缥缈的幻影罢了 正因如此 临州能有幻生殿 为何这玄园山不行呢 如果飞烟殿主 真答应他的要求 你们这条性命 可就堪忧了 你知道就好 我为了你们轩原家 已经是鞠躬尽瘁了 我与轩原族 早就没了关系 我所求的 你轻松 你清楚 好好好 算我说错话了 你这个人 怎么老爱斤斤计较 若不是如此 我能活到今日吗 你放心 我们两个的命 肯定不能老家活成 肯定不能老家活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